一句话 我知道有台独的朋友 到厦门的时候 一下飞机 然后他很惊讶说 厦门的人为什么会讲台湾话 好不好笑 台独这是真实发生的案例 为什么厦门人会讲我们台湾话 废话 台湾话就闽南话 是闽南话 是从人家那里来的 对 我们的祖先 我们是从那边来的 还说人家会讲台湾话 是吧 是 所以你看他在开发 过去各位很多朋友可能都听过 过去很多金门人在厦门那边买房子 现在买不起了 现在都只能买到张谱 因为厦门的房子 已经跟台北差不多了 比金门还贵 所以你已经没办法 那他在开发这些岛 就像我刚刚讲平潭 他已经用把它连接 可以直接到湖州了 然后他跟台北怎么连接 在台北港 在台中港 可以坐船到平潭 不打紧 你在台湾的汽车可以上船 然后你到那个岛 你在台湾的汽车可以在那个岛 驾照可以让你用 可以在那边共用 就他已经 他为了开发 他可以让你很大的便利 那在我们这边 简直是不可想象 好 好